各位網友早晨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2年6月17日 星期五 這節跟各位網友說說昨天的八特通尾數 可以說是一窩足 據了解很多人要到下個月 或者才能夠拿齊第一期消費券的尾數1000元 情況如何 跟各位一起說說 因為加因合資格消費的定義非常蒙糊 究竟如何檢查到你這一刻已經舊的合資格消費 礦仔一拼說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礦晉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另一邊也說說香港的各大最新消息 根據頭條日報的最新報道有關消費券 有市民未能夠拿到尾期的1000元 白特通解釋因為合資格消費總額未達標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以白特通領取消費券的市民 只需要在5月31日前累積使用消費券達到4000元 在6月16日開始 應該是可以拿到尾數的1000元 不過有市民反應未能夠拿到 到白特通公司的社交網站投訴 話說日前有多位市民到便利店 只是OK便利店取得尾數的時間不成功 便利店的職員也未能夠解釋 一度引起鼓噪 不少人到白特通公司的Facebook留言 就說我用了4000元 為何拿不到最後的1000元 亦有人說等著錢來買菜 亦有網友說無端端要等到7月才可以拿 亦有網友說未消費足夠 就說下一次的消費券不會再找你們 即是白特通取得 亦有市民不滿 查詢電話沒有人聽 說打你們的熱線又不通 場響想怎樣 白特通公司回覆頭條日報指 市民各類型的查詢比平日多 即是昨天尾數的第一天 已經處理了超過1000宗不同類型的查詢 說當中包括未能得到1000元消費券的情況 白特通公司發現其中主要原因 是他們的合資格消費累積並未達標 又或者他的消費包含其他並非合資格消費的項目 花多了錢但又不當是合資格消費 結果因為未夠那個情況下 導致昨天取得不到尾數 結果市民可以繼續在6月至10月內 累積總額不少於4000元的合資格消費 可以在達標後的下一個月16日 拍卡取得第二期1000元的尾數 真是頭都大 主要原因是合資格消費 大家記得本身白特通的消費券不是樣樣包 若然你拿一張白特通去交租 已經不行了 交租就是政府的租金又不行 麥錶又不行 水電煤又不行 結果你用了那些錢 你會以為自己已經用了幾個水 幾千元就可以了 原來不行 你的合資格消費一定要出去 那些店鋪買東西 刺激消費等等 糟糕了 整個月流流長 怎知道自己夠不夠4000元的資格呢 據報八達通公司網站有一個調查 有一個查詢你那張消費券 原來你把八達通的合資格消費去到哪 其實一般然你的八達通Apps應該可以做得到 但當然若然大家都有需要的話 礦仔就找到那個八達通公司的網址 大家不妨可以將你的八達通卡號號打進去 順道看看自己已經達標得到的尾數了 不過借介紹的礦仔是真的十分麻煩 巴達通公司的情況亦非常順暢 因為加因巴達通的上限是3000 若然你要拿5000元的東西 你基本上要多拍幾次卡 即是說用完就拿了3000 用緊一點 不知道你用不夠1000的話 又要多拍一次卡 用夠4000元 才能夠當你那4000元全部花在合資的消費 你才能夠在下個月的16日拿尾數 據報現在不少市民下個月才能夠拿齊尾數 這個時間還在搞第二期的消費券 即是煩過煩帝光 另一邊也跟進一下最新的社區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屯門公路 九巴和小巴相撞 多人受傷 有乘客被困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屯門公路發生交通意外 早上9點57分 一隔九巴沿路往屯門方向行駛 到近黃金海岸酒店對開胃之事 遇一隔小巴相撞 小巴車尾嚴重損毀 據悉車上多名乘客被困 多格消防及救護車接報到場 據悉初步意外讓城至少4人嚴重受傷 警方正調查兩車相撞原因 希望傷者儘快康復 各位多加留意 上述的路段在今早發生了一個頗嚴重的交通意外 另一邊也跟各位網友說說酒吧方面的情況 根據HK01的最新報導 入酒吧需要快測 食環署說執法人員有經驗判斷真偽 呼籲市民在家中檢測 報道的來文是這樣的 本港新冠肺炎疫情反覆 酒吧出現多種確診個案 政府要求市民入酒吧之前 需要出示24小時之內的快速檢測 對於不少酒吧負責人擔心難以核實 食物環境衛生署署長楊碧君 在今早6月17日的電台節目表示 現時餐廳等員工也要定期進行快速檢測 檢測棒之上也要寫上聲明 檢測日期和時間 所以執法人員有經驗去判斷填寫資料是否屬實 他有強調法例只要求負責人作進職檢查 執法人員會考慮是否已經檢查客人資料 有醫生建議在酒吧區域內 設快速檢測範圍 楊碧君回應指 到酒吧是消遣活動 若然在街上或酒吧門前脫口罩 或帶來傳播風險 所以呼籲 市民在家先做快測 他就說如果下下造假 繞過規例 對控制疫情毫無幫助 楊碧君在港台節目 千青年代表示 由於出事快測 規定是在6月16日 即昨日開始 所以暫時未有執法數據 而食環署和警方等會到全港的酒吧去巡查 包括確定酒吧是否符合其他防疫措施 被問到當局怎樣核實快速檢測 是否在24小時內進行 楊碧君署長就說 現時親飲業員工定期要做快測 檢測棒上要寫名 檢測日期和時間 執法人員會檢查 所以有經驗去判斷填寫資料 是不是屬實 亦都有機會要求出事身份證核實 他又強調 法例只是要求負責人作盡職檢查 執法人員會考慮負責人是不是已經檢查客人資料 如果採取一切合理可行的措施 亦都不用太擔心 楊碧君又表示 現在65歲以上的人士可以豁免使用安心出行 不過要寫個人資料 方便追蹤 現時處所負責人亦都只是求盡職檢查 不需要核實身份證 他強調 資料很簡單 人人都會填 不用太執著 會不會填錯 而措施的原意 是風險較低 和安全環境消遣 希望市民可以在安全的情況下走向復常 被問到可不可以在酒吧區域設快速檢測範圍 楊署長強調措施需要符合比例 他就說 做快速測試也要脫口罩 是否適宜在街或處所這樣做 他鼓勵市民在家裏面進行快測才出門 並指現在防疫規例 有要求市民在公眾地方 配戴口罩 以上來自HK01的最新報導 說到最後 酒吧業界非常頭痛 可以做少少生意 那頭就開始說 去酒吧一定要先做快測 基本上 食環署就呼籲大家 要在家裏 先做快測 整件事是怎樣的 就是你今早起床 我預計今晚就應該跟朋友去酒吧 要先尿尿個鼻子 準備好快測 於是到晚上下班再跟同事或朋友去酒吧 不過比較難搞的 因為去酒吧通常比較即興 若然要在家裏做快測才去酒吧的話 估計酒吧都應該是水淨何非 現在酒吧業就說 我在門口給他做快測行不行 這樣看來食環署的回應 就不算是太建議 就認為又要脫口罩又要性 會增加了病毒傳播風險 不知道各位網友又怎樣看 不妨劉果然說一說 多謝各位 尤其是願意看廣告來支持礦仔的老友記 這段時間繼續勤力拍片 和大家緊貼香港的各大時事消息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